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2月29号,星期五 今天看到中国国内的消息说是中国的海军司令董军上将 刚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 那么这个消息应该是官方的比较可靠的消息吧 那么这个董军呢,他好像在军队里边的履历不算特别资深 他是1961年出生在山东烟台 然后在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到海军的大连海军的舰艇学院 那么在这受过军事训练之后 受过这个应该军事院校的训练之后 进入到海军司令部,担任过训练部部长 那么后来担任北海舰队的副参谋长 又担任一个海军的专门的编号的部队的司令 后来是当了南部战区的副司令 他在2012年的时候 2012年才升任这个少将 那么到了2018年,也就是6年之后 升任中将 又过了三年 在2021年的9月份 晶升为上将 也就是说他在军队后面这几年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10年里边 升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 而且是最近的,大家知道习近平一年里边四次受予上将军衔 就是提拔了一些军队高级将领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 因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 高级将领的清洗非常厉害 尤其是在过去这一年里边 包括火箭军的司令,政委,参谋长,副司令等等 另外国内,大家知道中央军委 基本上是以前的两位军委副主席 大家还记得的郭伯雄,徐才厚 都是贪腐 严重贪腐 然后呢,就被判刑 到底是不是因为贪腐判刑呢? 还是因为对习近平不够忠诚呢? 因为贪腐,大家都知道 中共官员,尤其是军队的高层将领 几乎都是贪腐的 那么如果不贪腐 恐怕也没有办法去 给上面的这个高级领导人送礼 因为很多的官是买来的 军队里边好像买官成封 已经说从士兵开始 你要从士兵晋升为 那个,有人说成为义务兵 要长期的在军队服役 都要交钱来收买 给这个上司 然后呢,要进军校要送钱 然后呢,从低级军官到中级军官要送钱 一层一层的都要送钱 一开始送个几千一万 这是在过去啊 十几二十年前送个几千块钱 一两万块钱 后来呢,上升到送几十万 再到后来,恐怕要上百万 上千万 所以这个贪腐非常的严重 那有人说呢,家里没钱 那送不起的话不就升不上去了吗 的确是这样 如果你当然说你的才干过人 你又是军队里边 高级领导人能看上你 把你送到那些顶尖的军事院校去培训 那当然的话 你是有可能升上去的 当然一般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特别的青睐 特别的关照和提拔 那么你只有靠自己的话 除了你的军事业务能力过硬之外 还要会拍领导马屁 然后这些如果都不行 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的话 那你就得送钱啊 送不起那你就别当官了 所以在中国军队里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行情 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从一个海军上校要晋升到大校 要送50万元人民币 这个行情还是十几二十年前的行情 那你就要算笔账了 你如果是海军上校晋升到大校 也要送50万元人民币 你要想着你当上了以后 当上大校以后 你是不是很容易能获得50万以上的收入 后来人家说这个不成问题 你当上大校 每一年光收礼你就不值50万 所以呢这个本肯定早晚 不但能赚回来 而且是多少倍的赚 所以你大校离将军 只有一步之遥了嘛 你要是成为大校了 然后再晋升为将军 那以后给你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所以有人说 这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 是一个赚钱的买卖 是一种投资 投资回报率还非常高 但是这种贪腐 就不怕被人被揭示出来吗 因为现在贪腐成风 如果你不是说跟上级顶着干 上级认为你不忠诚 没有跟他战队站在一起 通常不会因为单纯的一点贪腐来去办你 所以中国军队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地方 一种地步 就是像当年满清 就是大家记得加勃海战 满清海军 有人说过去是因为中国的军事装备落后 实际上不是的 满清是在北洋水师 北洋那个海军 实际上那时候的实力在全世界也该排在前几位 从那个军舰的数量 敦级 作战能力来讲的话 都属于前列 当时大清海军是花了很多的钱 最后打不过日本的海军 那就是说贪腐 贪腐是一个方面 另外训练不足 我觉得贪腐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中国的海军 你说有没有战斗力 肯定是有 而且中国海军在全世界排名的话 有的人说能排到前三位 我才是不相信这一点 虽然从财力上来讲 从军舰的数量来讲 你可以排到比较前面 前三位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从综合性的 整体的战斗力和素质来讲 排在全世界前三位 这有点催大了 这不是说海军的战斗力 就靠你有多少艘艇 你有几艘航空母舰 就能够号称战斗力如何如何 这个战斗力就是在战争中 才能见分晓 所以这个事情不用着急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先做一个新闻短评 就是说这个董军 为什么能够上升的速度比较快 有人说 那习近平身边没有可信赖的人了 还有人说 这个人呢 董军是山东烟台人 彭丽媛也是山东人 那就算山东帮 这有点太牵强俯会了 那照这么讲的话呢 习近平应该挑一个陕西级的 说习近平的主级是陕西嘛 那挑一个陕西 其实习近平的主级是河南 是他父亲后来 他们家是这个迁到了陕西 也可能是从他的祖父开始 签到了陕西 所以呢 你要算习近平算河南人呢 还是陕西人呢 还是北京人呢 因为他自己是北京长大的 所以呢 应该算是北京人 那这个东西也觉得太牵强了 我觉得不能从这方面去讲 另外你说 现在这个帮那个帮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只能是习家军 如果连习近平自己亲手提拔的 自己都不能相信 那就说明他已经成了 孤道寡住的 就是应该说昏军 昏军呢 当然是非常孤立的 他看谁都不放心 你说他现在 这个军队里面都被他清洗过几遍了 然后剩下的人是什么 谁的人呢 那是江泽民的人吧 江泽民都死掉了 对吧 曾庆红现在八十好几了 也不再干预政治了 那你说他是谁的人呢 你说这个团派 团派从来在军队里面 没有很深的根源 从来不敢染指军队 所以说你看 现在哪有什么团派的高级将领呢 没有 然后你还有什么派 所以说你现在什么 这个帮那个帮的 现在都没了 现在就成习家帮了 习家军习家帮 那你还是不放心 那你跟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收买人心呢 让人心服呢 心服口服 心悦诚服 这个光靠你自己这样子就玩弄全力 这个动不动就采取一种蛮干的办法 小学生治国嘛 就是说他内心非常自卑 有的时候还为了打中脸冲胖子 还装一装吹牛 说自己遍读世界名著 现在呢 是这种反文明 反西方 反制主义的这种倾向这么明显 那大家谁都不会相信 他读过那么多世界 中外思想名著 所以他完全是非常的愚蠢的一个 小学生水平 有人说不要拿小学生这个学历做文章 说事 还真是要拿这个说事 就这样的一个统治者 古今中外都很少见 就连封建的皇帝 那个学术的素养训练 都是有一个起码的基础的 习近平这么差的人 担任这么高级的领导人 然后这么多年又不求上进 没有好好的去 弥补自己的一些缺陷 这个短板 所以呢 他自己呢 就是说不知道自己无知 这是最可怕的 他还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认为自己很了不起 所以这很可怕 那现在呢 军队国防部长这个象征性的一个一个门面 算是有了 外交部长在哪呢 外交部长还是由王毅兼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王毅已经是国务委员 国务委员一般是二线 就说虽然讲是掌管外交事务 但是直接的行使外交部长权力的话 一般会具有这个更加直接的决策权 那你要讲外交方针大策 当然是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决定 但是通常来说 这个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 他是只是一个协调 传达一些上面的意思 平时呢 真正执行 履行这个外交部的这个职能的 当然是外交部长 那现在王毅为什么还要长期的兼这个外交部长呢 因为习近平一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有人说现在的外交部 现在不是好几个副部长吗 从那几个副部长里边随便提拔一个就可以 恐怕没那么容易 通过秦刚事件之后 习近平对外交部的人选 恐怕也是要非常的慎重 比以前更加的要 就是说过去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 现在更加的重视 那到底选什么样的人他才能放心呢 现在这个秦刚消失已经很久了 有人说这个秦刚去年七月份已经死了 而且有些人还披露了这个死的细节 说是用这种清化钠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毒品 让他就要求他自杀 这个到底怎么自杀的 还是他杀的 这个到现在说不清楚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秦刚的死 可以看出这个习近平现在 他就是比毛泽东还要疯狂 就在有些方面想学毛泽东 有些方面比毛泽东做的还要疯狂 所以看看他最终的下场如何吧 那么现在看外交部长什么时候能够公布 是到明年三月份再公布呢 还是在这之前恐怕用不了多久 因为国防部长已经人选出来了 那外交部长的人选应该不会太久 我估计就在这半个月一个月 应该有外交部长的人选 然后在明年三月份只不过宣布一下而已 或者讲通过人大这个在正式的履行下手续 其实人大在不是开全国两会期间 也是可以任命这个政府的主要的部长 有必要的话 他就可以随时的根据中央的要求来公布 所以这个也不是个问题 好的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